台湾已完成升级的F-16V战机 将从台湾加翼的空军基地飞往美国 成为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 首度驾机从台湾飞到美国 立委蔡世英认为这是例行性的变更 这一次是因为整个F-16V的升级案的购改案 所以我们原来放在美国的战机F-16AB 必须要把它移回来台湾 这第一个做后续的升级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训练不中断 所以我们购改完毕的F-16V 将会送一批飞机到美国继续做后续的训练 军事专家苏子云指出 F-16战机在美国已经20年 中华民国空军在美国的陆克基地 跟美方进行训练与战术对抗演练 过去中华民国空军F-16 在美国本土或飞回台湾的过程 也接受过空中加油 未来随着F-16V构型增加 在美国陆克基地可以扮演角色更多 未来我想就是随着F-16V构型的增加 那未来在美国陆克基地 可以扮演的角色是更多的了 不只是所谓飞行性能 就是空中缠斗 也会包括电子战场的对抗 因为F-16V的EOSA雷达 国际间的评价的确非常好 它是F-35的那个雷达的一个 就是调整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是V构型的F-16 在跟美国陆克基地的未来的演练上面 可以产生更多的战术的价值 这次飞往美国的F-16战机 将进行性能提升的规划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透露 包括中途休息的美军基地 空中加油等空军都已经完成规划 苏子云说未来台美军事合作上 第一美方将持续对台军售包含反制武器 除此也加强不对称作战 以及双方高层官员互访 新台人亚特电视 在一号黄晏林 台湾台北报导